有些朋友說我化妝沒什麼特別 經常不是泥土色就是咖啡系列 所以這次我決定做一些小改變 這次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又藍又閃的妝容 希望大家喜歡 上粉是不需要從一而沖的 其實一塊臉都可以用幾種不同的粉底液來營造一個妝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買粉底液 要不就顏色太過淺色或者太過深色 其實不要緊的 淺色的粉底液你可以用來做一個highlight 而深色的粉底液你可以用來做一個瘦面修容 當然不同粉底它的質地和特性都不同 所以這個世界上是沒有絕對完美的粉底 只要用得其所就可以了 一般來說有控油功效的粉底液 是不適合上眼的附近 因為它會令你眼眉更加乾 但是不要以為用在眼部的粉底越油越好 因為如果很油的話 它會令你化妝的眼妝 是好而smudge 變成紅貓眼 所以千萬不要用死一個foundation 有時候專櫃或者皮膚狀況不同 都要撿乾淨的 畫眉的時候是不需要畫太行的 因為你的主角就是你的雙眼 不是你的眉 提議大家在化眼之前 最好是夾定眼陰毛 否則之後可能眼妝會弄花 在身體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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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醉 想要找到同伴 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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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在日本買了這支 懶人的眼影筆 第一次用得是不錯的 但是 用了五六次之後 發覺顏色是越用越難上色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買 但是這支也不是完全廢 我發現 它是可以用來做化妝掃 用來塗一些眼影 也是不錯的 這些黑色的眼線筆 順滑 而乾 不容易化 不過線條可能會比較粗 不可以營造很仔細的效果 眼睛好像我這樣生得有賣的朋友們 其實可以營造眼尾 令眼睛看來 開一點 其實上眼影的竅門就是 兩個字 漸變 只要你的漸變做得好 就不會讓人感覺好像一塊塊 也不是那麼均勻的感覺 所以就不要心急了 慢慢上粉 藍色本身有點浮誇 所以我就不建議大家 整塊眼皮都上藍色 輕輕慢慢加就可以了 適當地用閃粉 是可以令到雙眼看得更加有神 如果想修改眼妝的朋友 可以在手背擠一刀粉底液 用一個比較大頭的棉花棒 染濕了之後 然後就輕輕擦走你不想要的顏色 這支眼線筆都頗容易畫 不過我覺得它不夠juicy 不夠汁 那你畫這些眼線 有一個效果 就會令到你的眼神 的look 更加是sharp 當然啦 如果眼影不小心 掉到臉 也可以用這個棉花棒 沾上粉底液 再去做修改 畫眉 不要只懂得填色 記得 都要幫你的眉 塑上眉毛膏 這樣你的眉毛 就會看起來很統一 不會一塊塊 用化妝品 我都有專一的時候 這支Mascara 我已經用了很多很多枝 它有個好處 就是不容易smudge 而且落妝都頗容易 Boussoir的胭脂 比較難拿色 但它性在夠持久 如果想鼻頭是小一點 都可以上少少blush 最近都經常用這支SK2的唐心唇膏 因為它都很滋潤 不會那麼容易乾 至於頭髮方面 我就不想那麼生氣 而且春天到潮濕 每次都想綁起麻眉 讓人家精神一點 無論是做人 化妝 學習等等 有些小改變是好的 但是重點就是要自己舒服 如果自己都不舒服的話 怎樣可以令到自己和別人 心服口服呢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Queenie的 春日變心微閃妝容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